雲端的部分呢 我也在雲端上面 雲端的位置應該都應該記得吧 GG.GG VBA 2 VBA to VBA 那這邊的話也有Function的程式啦 在這邊這一段 OK 其實就這一段而已 程式其實也是一樣 其實就一行而已 非常簡單 那要怎麼做 像剛剛這個地方 做法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的話一樣 先切換到VDobasic 那我需要的是一個Function 是叫做手機好了 OK 那這個是已經做好的 我先把那個 做好的先刪掉 我們重來 當然你們原來是沒有這個東西 那如何增加一個制定函數 也就是如果你現在刪掉 你會發現我現在插入函數 這邊就不會出現使用者定義了 這邊就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 你在VBA裡面沒有任何一個以上 至少要一個的Function 它才會出現 那個使用者定義這個類別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不會出現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怎麼做 1 先切到VDobasic 2的話呢 請你打開那個你之前寫的模組 這個模組也許把它放在 那個 模組2吧 第一個我們之前是放那個 錄製劇集嘛 第二個是放這三個按鈕 那所以123 請你在這個下方 點一下之後呢 按一下插入 程序 那程序名稱特別注意 也許我名稱叫做手機好了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定義 也就是以後你要叫什麼函數名稱 你可以自己取一個 中文英文都可以 OK 那 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呢 前面是用sub 但是如果你要制定函數的話 請你要用Function 特別注意這個Function 請特別一定要選這個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從那個什麼插入程序這邊 記得要選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他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什麼 不過特別主要 底下的有效範圍就不要改 不要改成Private Private他就不握格了 一定要預設的public 這個不要動 按確定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在底下幫你產生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名稱就叫手機 然後你會發現跟上面最大不一樣 其實只是開頭的名稱 Function 然後 手機 小瓜 End function 那底下要如何撰寫這個 這個制定函數 第一個 因為Function 他會跟你互動 也就是會跟你要一些資料 他跳一個視窗 那個小小的視窗 會跟你要三個資料 那怎麼跟你要資料 記得 如果跟你要資料的話 一定是放在小瓜湖裡面 所以他會跟我要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呢 第一個是 叫什麼 手機業者 門號區 門號區 有三個 所以有時候 乾脆直接把這三欄 直接Ctrl C Ctrl C之後 直接切到這個V就被罷了 這三欄的 名稱直接貼到這邊算了 直接Ctrl V 不過他 他會 等於會 Enter 就把他back回去 那每一個每一個的那個要的資料中間 本來他這邊好像空白很多個 你就把他delete 改成逗點就可以了 逗點 意思是說 我跟你要第一個 他就一個框框 一個文字框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文字框 第三個 第三個文字框 也就是你要跟他要幾個資料 一個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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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參數 也就是把資料放在這個參數裡面 把它儲存起來 有點像是那個剪貼布 剪貼布是一個 那這邊有三個 你可以放三個資料 可是問題他給你資料了 那接下來你要怎麼做呢 特別注意 你就要把這三個資料串接完之後 再丟回來給這個手機 的方選名稱 那手機這個方選名稱 因為你優標放這邊 他就自動把這個 這個方選 所取得的資料 再幫你把它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就完成一個一個結果 所以接下來怎麼做 第一步 先插入一個方選 第二步給他三個 三個參數 然後再來按一個TAB 做什麼呢 一 因為我要先接 那 之前是丟到哪一個儲存格 不過現在是丟給他自己 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樣 串接09 其實寫法跟上面這個門號有點像 09什麼呢 AND 09 接下來 AND 串接 這個AND 09什麼呢 09 然後應該是放什麼呢 放這個11 那 因為呢 他剛剛有點的資料給你 他會幫你把它放在電信業者裡面 所以我們AND後面呢 就直接怎麼樣呢 把這個電信業者 直接複製到這邊來 AND 電信業者 OK 他就把他剛剛給你的11 跟09串在一起 然後在後面再怎麼AND 然後再一個-的符號 然後再AND AND什麼呢 AND門號末碼 但是要格式化成4碼 所以呢 其實你就打一個format 這個做法跟前面一樣 format 然後 把它格式化4碼 然後 跟他講說 你幫我把什麼格式化成3碼 然後把 門號末碼 逗點 格式化 乘3個0 然後呢 後括弧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會是0911 然後84過來的時候的話 格式乘084 然後再跟前面串 然後後面一樣 門號區碼 末碼跟區碼 差不多 所以把這個複製過來 把它複製過來這邊 把它改成叫末 OK 門號區碼 門號末碼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程式就大功告成 就完成了 OK 那再確認一下 有沒有打錯程式 因為 VBA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一個字都不能錯 把末跑到這裡來了 一個字都不能錯 打錯一個字都不解 這邊 把它改一下 應該可以看懂 也就是說 我先增加 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 然後他三個資料會存在這裡面 那存在這裡面呢 我再去把它串接 串接完之後呢 要丟給誰 丟給 這個手機自己本身 那因為你將來 插入函數 是插入在這裡 所以他又把手機裡面 放的資料 有沒有 再幫你丟到這邊來 所以他串完之後 串完之後 丟給這個手機 那這個手機 因為我們將來 郵標是放這裡 所以他就會把 串接完的 這個 這個手機的 號碼 就最後 又丟回來 所以你會發現他 好像有一點 是一個 循環的感覺 所以 插入函數之後 跟你要資料 就丟到這邊來 然後 丟過來 OK 然後 理論上 這樣程式 寫完了 但是請記得 一定要非常小心 一個字 都 不能打錯 OK 習慣應該 最好是用理解的 因為像這種東西 背也沒有意思 考試的時候 如果考這一題 你就是把他打完 程式真的沒有幾個字 但是 一個都不能錯 不能錯 那如果發生錯誤 你就記得啦 反正紅色字 你就看哪邊錯 哪邊再比一下 就OK了 最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OK之後 切回到Excel 插入什麼呢 看一下有沒有使用者定義 有了 特別重要 如果說 你看到使用者定義 表示你是有一個 Function 在VBA裡面 但之前有同學 遇到一個狀況 老師為什麼我寫了 結果沒有 後來我一看 我是要插入Function 結果你插入Sub 後面都對啦 但是那個 本來是Function 他選Sub 沒選對 那就不會出現 所以你如果沒看到 那表示你應該是 那個地方有出錯 的可能性很大 OK 然後再來的話 第2步 第2步的話呢 我就點使用者 這邊會出現手機 如果沒出現那表示你那個方權也是一樣有問題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會跳出來 我這台電腦 OK好跳出來 理論應該是長這樣子 那應該會有123 如果你這三個 如果說假如名稱不對或是不正確 那瓜虎裡面你可能沒放 然後我們在一個蘿蔔的坑 一個 兩個 三個 OK 給了之後的話呢 當然你可能看一下 這邊會丟給誰呢 把串接的結果 丟到手機這個方選裡面 所以手機方選裡面就放什麼 放這個資料 然後他再把這個資料呢 幫你把它放到你儲存格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完成了 所以按確定 如果OK的話 那應該會看到這樣的結果 沒錯 那你可以再來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 我們所謂的制定函數部分 OK 應該沒問題吧 試做一下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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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